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常规赛 本轮CBA常规赛在昨天晚上有两场脚脸大战 分别是广东和青岛的这场比赛 以及辽宁和上海的这场比赛 结果却同时出现了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 就是辽宁和广东作为目前CBA经验和实力最好的两支球队 在同一天晚上输球 那这两场输球的话呢 也是让CBA前四的格局就此坐定 浙江队基本上已经是获得了CBA常规赛的冠军 已经不存在理论上被辽宁队反超的可能性了 因为辽宁队限制的战绩是25胜8辅 而浙江队的话则是31胜4辅 在连胜只剩3轮的情况下 辽宁队已经是不可能超过浙江难来了 浙江筹罗一行也成为了浙江篮球历史上 第一支获得CBA常规赛冠军的队伍 这个对于浙江篮球来说绝对是一次非常重大的突破 其实这两年浙江篮球一直在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突破 对吧 在2021年的全运会上 那么浙江南篮历史性的首次打击前四 尽管没有能够杀进最终的决赛 但是已经创作了球连的历史 而浙江广沙在去年再一次的打进了CBA的总决赛 这也是浙江篮球第二次出现在总决赛的历史之上 尽管说都没有能够夺冠 但还是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而相对于浙江广沙来说 这支浙江仇州银行男篮对于浙江球迷的感情会更深厚一点 毕竟这是一支从CBA元年就存在于联赛的这样一支老牌球队 尽管他算不上劲率 从联赛成立之初的浙江中心 到后来大家比较熟知的浙江万马 再到如今的浙江仇州银行 它是浙江篮球一脉传承的这样一支球队 那今年依靠着一些年轻群员的成长 不断的打磨收获了常规赛的冠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其实在这个赛季之前 大家并不看好这支球队 一来球队的主教练 已经是离开了球队刘薇薇 而且第一助理教练也走了 现在球队的主教练是上个赛季球队的第二助理教练 另外的话 在球队效力多年的 目前处于巅峰期的朱续航也离开了球队 走了一个球队的二当家 又走了一个球队的主教练 在走了一个球队的第一助理教练 球队还能拿到常规赛冠军 可能也看得出来 目前这支球队真的是逐渐的一个 走向了成熟的道路之上 那么浙江队收获常规赛冠军 还立意味着 那么很有可能会打进总决赛 为什么呢 因为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辽宁和广东打进半决赛的概率 也是非常大的 就像我们所说的 联赛只剩下三轮了 那么深圳队虽然目前排在辽宁队前面 但是他是多赛了两场比赛的 辽宁只要把这两场比赛补上 全部获胜还是会反超深圳 而且深圳输了11场球 辽宁和广东只输了8场 还有三场的差距 也就是说辽宁和广东 未来的三场必须全败 深圳队必须全胜 才有可能打破辽宁和广东 在半决赛相遇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 所以说CBA常规下的前四 其实已经是确定了 浙江肯定排名第一 深圳队应该不出意外 也会排在第四位 那么第二位和第三位 广东和辽宁之间的这种差距 还有可能会进行一些逆转 所以现在对于浙江队来说 他如果说在半决赛里边 无论是打深圳 包括打排名第五的山东 或者说是有可能 从下面杀上来的上海队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比较有把握 能够冲进总决赛的 因为浙江这支球队 是有实力有冲劲 包括体能都非常好 但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经验 但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支球队 你真说经验的话 真不比这支浙江队多 唯一能在经验上碾压浙江的 就是辽宁和广东这两支球队 所以说浙江一旦锁定了 常规赛的冠军 第四第二轮半决赛里边 无论是打咱们说的哪支球队 都是比较有大的获胜的把握的 所以在这里也要恭喜浙江那拉 将很有可能创造这支球队的历史 在进一步冲进今年的总决赛 如果您也想码发生了一遍 我们可以去找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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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